各位朋友平安 主内弟兄姊妹平安 大家好 欢迎来到浩然信仰与人生频道 那么呢 我现在正在给大家 这个讲授一个系列 就是这个圣经到底是讲的什么 那么你看一下 这个这本圣经 这是何何本呢 是吧 中文版 对不对 然后呢 你再看看这个 对不对 这是这个灵修版的圣经 里面呢 除了这个圣经的经文以外 然后对这个某些内容相关的 做了一些实力的分解 对 还有的呢 是这个最早翻中文的翻一本圣经 中英双语的 那么这本呢 也是这么厚 对 那么圣经呢 大家 这个我们在这个主理的时间比较久的 这个弟兄姊妹可能知道 圣经一共有多少卷书啊 66卷书 那九月几卷 39卷 新约多少卷呢 27卷 OK 那第一卷是什么呢 创世纪 最后一卷是什么呢 启示录 OK 那么圣经本身呢 它这个写作的时候跨越时间很久 那么呢 从我们现在到最后 最后一卷 启示录完成 大概也有差不多 接近 1980年的时间 OK 那么说呢 这个呢 我们地理上 从人格 这个民族文化上 从这个时间跨度上 从圣经 这个 它是这个 这个什么 历史文学 啊 这个书信 对不对 啊 这个 这个 记事的 各方面的内容 都在里面 可以说它是一个 这个博大精神啊 内容繁多的 这么一本 这么一本 一件大书哦 他已经翻译成 啊 两千多种文字 那么 这个圣经 跨度这么大 又这么复杂 到底他讲了什么 内容啊 想告诉大家 什么呢 可以能 可能说是众说纷纭的 哎 那个 可能是在这个 这个教会里 或者读了圣经 几遍 到底讲的什么 也不但说的很清楚 那么呢 我在这个 观察过程当中呢 我感觉到 有实在有必要 把圣经 到底什么 讲的什么 用五十讲 比较短的 这个讲 然后呢 把它盖过起来 你也不用读书 只要你 把这个耳机 这个用优管啊 YouTube一放 或者是用这个 MP3一听 在你这个 闲逾时间 开着车 是吧 在家里吃饭的时候 一放 是吧 就懂得 知道圣经讲的什么呢 并且讲的内容呢 还能致用 对你的生活 对你的工作 学习啊 家庭啊 方方面面的 这都有用 不仅是对你自己 还是对社区 对国家都有用 这是我想的 达到的目的啊 所以呢 我就求告神 求神怜悯 求神帮助 就像保罗说的 我靠着我自己 可能什么都做不成 但是靠着那个 加给我力量的神 我什么都能做 我想呢 求神使用我 为了节约时间呢 我都不做祷告啊 那么现在呢 就把这个圣经 到底是讲的什么 今天呢 把这个第四十八讲 然后给大家讲一下啊 那么在第四十七讲的时候 我第四十讲的 我讲的是 所有的门徒 基督徒啊 都有传福音 完成大使命的义务 OK 讲到这个分析的道理 那么我在这个 圣经到底是讲的什么呢 为了让你了解这个 这个我讲这个 圣经到底是讲的 什么的内容 一些内容啊 那么讲第一讲 要树立有神 和神造世界的世界观 OK 对不对 比如说我讲的第二讲 是什么呢 认识人的本源 以及他的特质 OK 第三讲是什么呢 理解神父 赋予人的天赋人权 就是神父人权 这个道理 OK 好不好 你大概都明白了啊 对吧 那么我们现在呢 讲这个第四十八讲 第四十八讲 那第四十八讲 讲什么呢 就是耶稣升天以后 教会成为 是吧 耶稣基督在地上的存在方式 OK 他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听起这个事来 我想呢 可能这个 这个不不不不来教会的人不理解 啊 因为这个这个 来了教会的人呢 可能很多人也不理解 OK 因为呢 不来教会的人呢 他们把这个教会呢 看成一个机构 OK 而这个机构呢 是有人 如果愿意 星期天的时候 就到那去参加崇拜去 那么不乐意的人 很多人 世界上大部分人啊 到了星期天的时候 就是个家务事 啊 做 做烧品 买东西 是吧 然后娱乐 去打球 是吧 这个 会朋友 干这个呢 啊 对这个教会的重要程度呢 没有什么太多的认识 OK 甚至呢 他们也都 也有着西方人呢 他们把这个去教会的人 这些基督徒 崇拜神的人 他们认为他们是失败者 英文叫loser 哎 但是呢 他们太低估教会了 他们根本没认识到教会的极端的重要性 是吧 那么 等教会衰败的时候 这个社会的道德 社会的稳定性 社会的合理性 那么社会可能导致一个社会崩溃 那么没有教会的这个国度啊 很可能也是出于一种贫死崩溃的状态 随时可能发生危机 随时可能发生危机 那么 那么 这呢 圣经告诉我们呢 他从开始 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 是吧 到启示录 特别是进入新约以后 这个旧约里面 他们守律法 不能解决问题 然后呢 到了新约 才能够解决的 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就是基督他建立的教会 以及基督他本身 基督的本身 那么呢 这个是圣经啊 没有明确 就是说文字这么说 他告诉你 这个教会是极端重要的 去了教会不行 没有教这个教会 这个是 怎么那么上 没有这么说 但是整本圣经 他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 他概括他一个思想 他强调了教会的极端重要性 并且说 教会是基督在地上的存在方式 OK 教会是发生其他教会上 那么在这个以前呢 我们先看一下 详细节 这个事呢 那我先看一下 这个以福所书啊 第一章 这个第十五节 和二十二到二十三节的内容 我们看一下 如果你手里有圣经呢 你也可以打开看一下 以福所书 保罗书信里面 这称为一个伟大的书卷的 以福所书 他写信啊 给这个以福所这个教会 以福所教会呢 是很健康 很有活力 很有生机的教会 他这协力又说 他这第十五节说 因此我弟所见他们 信从主耶稣 亲爱众圣徒 然后呢 他第十二节 第二十二节说 又讲万有福在他的脚下 OK 使他为教会 作万有之手 教会是他的身体 是呢 充满万有之手 所充满的 OK 是不是 那么这里面 这几节经文呢 前面第十五节呢 他特别提到了 他们信从主耶稣 这里讲的这个主耶稣 就是这个 我们说的圣诞节啊 诞生的这个 降师的这个 这个耶稣啊 称为主耶稣 耶稣在基督教里 门徒们都称为 他是主 而这位主 就是掌管万有的神 那个 是他们的 救主 也是他们的主宰 是不是 那么呢 这个呢 他提到了这个耶稣 那后面呢 这个代词 这个他 他就代表了耶稣 那么代表这个耶稣的时候 什么呢 他说万有都 浮在他的脚下 在什么情况下 你才浮在他的脚下呢 是因为他高大 他大能 他掌管万有 是他是不得了的 是他是不得了的 你才浮在他的脚下 OK 这是耶稣 所有的 这说明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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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个教会是什么呢 你看看下面的 这个保罗二 他写给了一佛所书的时候 他把教会的性质 做了一个定义啊 OK 是吧 是吧 使他为教会万有之少 OK 这个教会 在教会里呢 在基督教里 在我们 不认识 不知道教会的人 他看到是一个建筑物 是吧 其实呢 那是教会的堂会 堂会 它是一个机构 它是一个机构 那真正的教会 是神的子民 那么在旧约里呢 就是神的选民 对不对 那么在新约里面 我们不是直接被神拣选的 那么信了耶稣以后 怎么样 通过信耶稣 就归入了 这个神的想命里面 归入了教会 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 他的子孙 OK 成为神的儿女 成为神的儿女 好不好 那么 使他作为教会 作为万有之 使他作为 为教会 作万有之少 OK 使他为教会 那么这个他呢 耶稣呢 他 这个成为教会的 这个 这个万有的手 所以这个教会 所有的神的选民 那么谁是头啊 谁是手啊 谁是他们的领导啊 谁是在这个教会里面 是说一不二的呢 这个教会的人都跟随谁啊 是吧 那么教会的人都服从谁啊 那么就服从耶稣 都服从耶稣 那么 后面他再说了 教会 这句话很重要 我为什么说 这个 在耶稣升天以后 他已经不在地上了 OK 他请了圣灵 宝贵师 神的正父 圣子 圣灵 第三个位格 来到地上来 他来到地上来 他走了 那么 教会 那么 这个 这个耶稣神啊 这个又真又活的神 全神 全人的神啊 全人的神 那么在地上 以什么方式存在呢 他说呢 教会是他的身体 是充满万有者 是充满的 OK 我们这些基督徒 就应该充满万有 充满整个地球 也是大使命的要求 你们要去 让万民做他的门徒 来 所有的人 最后都成为 都成为基督徒 都成为基督徒 跟相信跟随耶稣的人 那么 教会是他的身体 OK 那些神的选民 信耶稣的人 那最后 什么呢 就像一个一个的细胞一样 组成我们的 这个肉体啊 组成我们的心脏 组成 组构成我们的心脏 构成我们的肾脏 构成我们的肝脏 谁 构成我们的肌肉 构成我们的大脑 谁 那么这些基督徒们 不同男男女女 谁 老老少少 是吧 这个信仰耶稣的 有的是神的仆人 有的是一般的基督徒 对不对 那么不管是所有的吧 OK 就组成了 组成了这个 他的身体 也组成了 耶稣的身体 那么组成这个 耶稣的身体的过程 就是大使命完成的过程 OK 那组成这个身体 那么呢 就是包括 这个过去的教会 现在的教会 未来的教会 也包括不同 种族 韩国人的教会 美国人的教会 是吧 组成的教会 那所以的 这个主内的弟兄姊妹 你现在信了耶稣了 你成为神的儿女了 你不管到哪里 你都是教会身体的一部分 教会身体的那部分 虽然在这个说法上 有些差别 有的人呢 还没有受洗 有的人通过仪式 受了洗 对不对 但是呢 你已经归入耶稣基督的身体 OK 那么如果还没有受洗的人 是吧 那劝你呢 是要通过受洗 加入教会 那成为教会的一员 那么你就在教会里 然后有主人翁 你成为教会里 成为主内的弟兄姊妹的一份子 有地 有这个普世的教会 那么耶稣基督的整个的大神体 也有局部的教会 比如说我们搞成建桥华人宣告会 这个在North York的本约克国语宣告会 对不对 还有呢 这个多灵多的People's Church 还有呢 韩国那个 韩国什么什么大教会 是吧 美国呢 很多很多的 这个教会 那么呢 那么这个是 这个呢 教会呢 它是这个耶稣基督 在这个地上的存在方式 他 他的 这个 这个教会的性质 就决定了 这个主耶稣基督 他在地上 这个彰显 OK 所以呢 每一个教会 那么主内弟兄姊妹 你要有按照神的教导去好好要求自己 而且把这个神的要求啊 活生活现的把它活出来 看到属于耶稣说的 如果他们看到你们彼此相爱了 就看认出你说的文图来了 这这里面讲的是 只是说一个相爱呢 其实他要求你圣洁啊 你公义啊 你怜悯啊 你有正义感啊 OK 所以在这个基督徒 你要在地上做光做炎 是吧 那么呢 你要视光视眼 你要积极参与社会 彰显神的荣耀 如果你可以做到教授的话 做到律师的话 做到医生的话 那就不要非一定当个普通人 是吧 OK 如果呢 现在我就是做个普通人 假如我自己就是普普通通的 我做牧师的传导人的 我就把这个事做好 是吧 如果现在我就是做体力活的 我也也没什么 我最喜欢这个 因为社会需要各种各样的工作 对不对 那呢 你就是把这个 作为耶稣基督的身体 不管到哪里 你就发光 做炎 对不对 那么呢 你呢 在这个到了哪里 都要传福音 那我就见过一个 他是那个 有一个宗派啊 谁 这个他就在这个 这个卡尔加利 然后呢 专门擦皮鞋 他说呢 他一个星期啊 要花出 过去曾经花出十个小时来 去传福音去 我不知道你花多长时间 去传福音啊 是吧 他作为耶稣基督的身体啊 然后每天呢 这个经常能带人信主 是吧 能带人信主 那么呢 他就是啊 这个重要的存在方式啊 那么通过这些人 他们的作用就发挥集成 那么一旦这个作用弱化以后 现在我们看到美国的情况啊 我们看到欧洲的情况 就是教会啊 他变质啊 就衰弱啊 然后呢 他们过于注重了这个社会上的东西啊 高生产生产产品 然后赚钱 五计 四计 六计 这个人工智能 是吧 这个过于重视这个的 等他们过于重视这个的时候 对不对 他们就产生问题了 那就产生问题了 那么那么呢 这个教会就衰弱了 那么教会的作用就少了 所以耶稣 他当前分布的 你们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 他吩咐呢 你们要要去让万民做我们的门徒啊 反我教训你们 那你都先遵守 我们现在我们想的不仅是要遵守了 OK 那么耶稣 他的意思是在这个遵守的基础上 我们能不能把神 他的本意 是吧 好好的活 活生活现的 把他活出来 OK 神的思想 基本思想是 他是不变的 OK 但是我们可以根据这个时代去 反映出神的大爱来 反映出神的公义来 反映出神的圣洁来 反映出神的信使来 你看看很多事情是不是不圣洁造成的 是吧 很多事情是不是不正义 不公义造成的 OK 等这个不圣洁了 不公义了 社会就产生一大问题 是不是 那家有家家的问题 社区产生社区的问题 OK 所以呢 我们一定要高度重视教会 维护教会的品质 然后呢 让更多的人参与到教会当中来 还有呢 那么我们作为教会的 不能局限于 就是停留在这个崇拜的水平 这是基本的 OK 要发挥教会的社会功能 是吧 要发挥教会的社会功能 那么成为积极的教会 上上的教会 荣耀神的教会 好不好 所以今天呢 我就把这个第48讲啊 然后呢 耶稣升天以后啊 教会成为基督在地上的存在方式 他应该发挥极其重的作用 我们要好好的 为教会 为神的荣耀而奴隶进取 好 那么欢迎你 这个分享 转发点赞 这个视频 而且呢 那个 这个右下角啊 有那个subscribe 希望你点击它 然后这个促进 那个这个本频道啊 它的发展 那么为这个福音 做出贡献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